早期缝纫机可以说是女人的嫁妆 却因着新兴时代的复古手作风潮 使缝纫机已经成为艺术生活与时尚产业的另一个重要角色 并借此重温早期女性为心爱的家人 逢补衣物的好帮手 温暖的记忆便在陆路声中逐渐涌出 在我小的时候 约40年代 卧任机几乎是家庭必泌的工具 但是到了60年代 台湾的经济环境及生活形态的改变 卧任机的使用不再是妇女持家谋生的工具 卧任市场便开始走下坡了 在缝纫机产业自行创业22年来 范汉成董事长看过整个产业的兴衰 不舍缝纫机市场变为黄昏产业 便积极提倡缝纫纫生活艺术化的观念 让缝纫机再度追随复古时尚手作潮流 成为丰富生活的另一支画笔 当兵退伍之后 我的第一份的工作就是缝纫机的推销员 事前来我都没有离开过缝纫机的产业 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也应该是我最后的一份工作 缝纫机对我来说 有童年的回忆 有妈妈的温暖 于是我认真思考重新寻找 家庭为什么需要购买缝纫机的理由 由于这些年来 我们不断努力的推展拼布艺术 简单手作及时尚洋才等教学课程 黄昏机已经转化成艺术的画笔 个人成就感的满足 和借作品传达情感的工具 由于手作风的盛行 黄昏也成为时尚的一种展现 可以是热活生活的第二春 也可以是创造事业的第二春 范董事长带领企业 从家用缝纫机开始 摆脱传统笨重的缝纫机 与需要专业上的限制 不只提出业界首创的三合一概念 来经营缝纫机市场 也因着独到眼光 逐渐达到品牌国际化的丰硕成果 甚至由海外业者不辞迁领 到此取经 全台设有多处通路贩售点 来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获得学员与客户们的赞赏 其家所以能够成功 其实在于我们有坚强的团队 三合一的连锁经营 其实它并不容易 特别在人才的培训 这二十二年来 我们不断培育在 缝纫机功能的操作 周边产品的搭配运用 以及缝训专列的才艺老师 研发完整的缝纫才艺课程 从初级到进阶 留潜入身 循序渐进 让客户能轻松完成自己的作品 也举办创作比赛 邀请国外师资到台湾奖学 出国参观国际拼部展览会 完整建立的硬体与软体的结合 提升客户购买与学习的意愿 将缝纫机 周边产品 财艺教学等三样的产品 统统满足客户的缝纫需求 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经营模式 我也买过其他产牌的缝纫机 但它直接基本的车缝 交完之后 它就跟我说拜拜了 售后服务几乎等于零 我已经来这边一年多了 我就觉得每次我来这边 我有什么问题 老师都会回答我 我有什么需求 老师也都会一一的解答 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 也是很亲切 等于说有问必答 你有什么困难到这边 它都帮你解决掉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买纫润机 最重要是它的售后服务 其实我自己很讨厌手 那我那时候是买教学用的裁缝机 然后就马上回去 然后就每天都在试 每天都在练 那其实喜佳很厉害 是它从出街 有拼部 有时尚 然后也有洋才 然后夹饰这样 很多的课程让我学 因为觉得看到人家的作品 会觉得说好漂亮 我可能不太会做这样子的东西 对 可是没想到学下去之后 就会觉得 哇好神奇哦 其实就是每一个地方 都有它的技巧啊 然后缝法 然后像有时候 他们就会请一些日本的名师 来台湾上课 然后他会教你一些技法 如何配色 然后把他们所学的东西 交给我们 身处于文创时代 越来越多人 开始注重艺术文化和生活品质 智力在生活中 贴近艺术 关心艺术 而缝纫机也不再像以往 只局限在妇女朋友身上 创意无限的新世代人们 更乐意透过手作 来展现个人的巧思与创意 并赋予生活全新的感动 就生完小孩就瘦下来 那瘦下来之后就觉得 这些衣服我想要去学修改 让他可以 还可以再穿这样子 所以就过来学缝纫 一开始学我就做一些小袋子 然后送给小朋友 那他们觉得很好 很喜欢 那我就觉得说很高兴这样 很感动 他们就觉得说 妈妈你真的变得很厉害这样子 这是进阶班的作品 风景画 这幅图很多人都觉得很困难 那完成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在打造企业品牌成功后 不只了解到好的产品对企业形象具有极大的加分效果 更积极举办各项工艺及展览活动 透过各式展览翻转一般人对缝纫机的既定印象 也借此了解到范董事长的热心工艺 透过不断付出回馈社会 传递爱的温暖 这些年来我们也借由号召喜爱缝纫的朋友们 一起来制作工艺作品 提供若素族群做义卖 以缝纫机来做爱心 受到相当的回响 我也个人也深受感动 做一些工艺带 送到医院去 或者是送给小朋友 然后自己练习 重复练习 在企业领导者 有着独特的眼光 不放弃的热忱 及自我明确的品牌定位 三者兼具 运筹帷幄之下 足以让黄昏产业 要上时代潮流的舞台 不仅赋予产业新生命 也让缝纫机不再是 难以接近的复杂产品 而是一般人 都得以轻松创作的生活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